随着Sneaker文化越来越火 和AJ鞋子成功的营销手段 爱鞋子 爱潮流文化的人 都以拥有AJ鞋为目标 但是你知道你脚上穿的 B2B也是分当次的吗 可能你觉得样子差不多的两双AJ 最终它们的价格可能会差很多 同样是AJ鞋 价格却不尽相同的原因 就在于你的那双AJ鞋 到底是不是OG版本 在区分OG与分OG之间的区别之前 首先要说明几点 篮球之神乔丹在NBA比赛中穿过的AJ鞋款 AJ1 AJ14 AJ16 18 AJ15乔丹老爷子 是没有穿他上过场的 分得细一点的话还要分颜色 如果乔丹有穿这一款AJ打过NBA比赛 但是没有穿过这个颜色 那么这款鞋子的价值就不会很高 到了今天AJ已经出过太多版本 复刻了太多次 除了同代同颜色 还得分清楚OG与分OG及其他好多种不同版本 这也是耐克一贯作风 AJ版本永远出不完 各种颜色韧性搭配 让你一直买买买不懂的初学者使劲 往里砸银子 尽显商家的无良作风 AJ32下面回到正题 AJ鞋子OG与非OG到底有什么区别 OG就说了NBA的原始的意思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OG与BOG的区别 AJEBREADER 当你意思靠的白一刚出的时候 基本上是红白 配三种颜色的公油配色 是与其他颜色都是之后出的 价值上和收藏性上都不如这三个 AJEBREADER的特点就是高帮 鞋舌写着NBAG对GORE的字样 鞋跟处什么都没有哪 OG是也中帮 鞋舌和鞋跟处有非人标志的则不是OG 大家只要记住一点 中帮和非人标志都是从AG3才开始用的 当你看到AJ和AJ2是中帮和有非人标志的话 那就都不是OG AJ2当年有专门特别制作过低帮 AJ3、AJ6的OG与非OG就没有那么多不同了 只要记住一点看鞋子屁股就可以了 AJ3、AJ3、AJ4、AJ4、AJ5、AJ5、OG鞋后跟饰 Mikey对GORE字样 乔丹第一次拿到总冠军就穿的AJ6 也是鹰幕花道第一双AJ非OG鞋跟处是非人标志 AJ3非OG、AJ4非OG、AJ5非OG、AJ6非OG 另外还有一点小知识 其实AJ1并不是乔丹 第一天在NBA上场所穿的篮球鞋 第一天穿的是叫做N-I-K-E-R-S-H-I-P 乔丹一共穿AJ1穿了两个赛季 是乔丹在NBA生涯中穿的最多次的 不过他穿AJ1的时候 却是辅多赢少 在这期间乔丹引起过学长不满嫉妒 明星赛上被老鸟欺压 甚至差点导致过乔丹赛季报销 这估计就是乔丹为什么讨厌穿这双笨重 又像魔鬼的AJ1了吧 AJ1B-R-E-D-B-R-E-D 等于LAG加RAB 切记大家要理性消费